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7月23日,星期二的晚上,希望和大家继续桑普论证 欢迎大家继续收睇桑普频道,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和利用superthanks的function,继续赞助支持,货金,支持本人 我们继续关注美国的政情,因为我看大家对美国现在的政情相当热冲 了解里面的细节,里面有很多新的细节可以和大家说 我常说和大家说一些大的框架,不如和大家说一些细节的位置,和一些基本的新闻 在新闻那里,我夹罪夹以,希望和大家分析里面的一些事事 首先说关于拜登,拜登知道他已经退了,退选之后,他的弟弟说他形容的决定是千军一法 因为在这个礼拜日,拜登宣布退选之前两天,据拜登的公开场合所发表的言论来看 似乎都没有打算退选的计划 你记不记得这一点,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很多人说,上次有些留言说,拜登我不可以说他大话症 那么他八十多岁人,你都可以体谅一下他,他不是大话症 第一,我无论什么年纪,你只要是一个成年人,无论有多大个,你说的话要算数的 如果你今天是因为病,所以乱说话呢? 那我觉得爱情有可言,但今天他不是病?他很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 他那些说话是什么呢? 礼拜五,上个礼拜五,写在声明里说 我期待下周重返竞选活动,继续揭露川普带来的威胁 同时创造连任的记录,和实现我对美国的愿景 我们将一起拯救我们的民主,保护我们的权利和自由,并为每个人创造机会 是你拜登所说的 所以我在那个地方才觉得,原先是觉得,你说一定要重返这个竞选活动 我信以为真,喂,即刻变,说变,就变,哇,这个时候多么快 你会看得到,他是骗大家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都被他骗了一锅,我都被他骗了一锅 是因为他这句话,哇,原来是大话精来的 那你不是因为你老人迁崖才说这句话,不是认知衰退说这句话 你真是真心诚意说这句话,突然之间的变化,那究竟出现了什么变化呢? 我当时还以为你是能够是最后一次顶得住深层政府对你的压迫 你起码在最后做一件好事,但是呢,做不到,原来你连这么基本简单的事 说到都做不到,你都Defend不到自己,还怎样Defend到美国呢? 你保卫不到智慧,怎样捍卫美国呢? 这点才是重要的,很多他旁边的人,根本是退选前一分钟才知道这件事 决定令身边的人,个个都措手不挫 他的弟弟,拜登的弟弟叫Frank Biden,就说给ABC News 他哥哥,即是Joe Biden,退出美国2024年的总统大选是过去一个星期 由他第一夫人Jill Biden领头,并包含几位拜登家族成员多次家庭会议后的结果 他形容这个是千军一法的决定,但归根究底,这个和他整体健康和活力有关 即是他老了,认知衰退了,他一位骄傲的人,走路的时候暴里门山,他让他生气 即是他觉得自己生气自己老,但在拜登的全国的一封信里面 拜登并没有详细说明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有这样的决定 只是说虽然我打算继续练任,但我相信退选将会符合我所属政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 我辞职并选择专注于胜下的任期内,履行总统的职责 这个就是他的说法,他说稍后他会这个礼拜遲些向全国民众解释他的决定 目前时间未定,内容未定 身为他的继任候选人的卡曼拉·哈里斯就说 我代表全国全体美国人民,感谢拜登作为你怎么代表美国全体人民呢? 你说你能够感谢拜登作为美国总统的非凡领导力 以及他数十年来为我们国家的服务,他的非凡成就在美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超越了很多历界连任总统们所留下的政治历史遗产 当然这个是完全过语之词,而且不是过语,根本是虚假 这个是最基本我对他们的看法 而且大家知道,Jordan退选之后,民主党里面有很多整合的挑战 当然我们知道,深层政府很多人士都跳出来了 先有克林顿的夫妇,克林顿和希拉里 接着又有这个,大家知道以前的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都出来支持他 换言之,大家都知道,找这个卡曼·哈里斯做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 大家知道民主党参众两院的领袖 参议院我记得是多数党的领袖Chuck Schumer 接着在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Hakim Jeffries 和众议院的前议长,以前的speaker Nancy Pelosi 都已经公开表态支持克林顿哈里斯 过去24消息里面,克林顿哈里斯明夏的政治现金超过30亿台币 大概超过10亿,10亿港币,大概是一点多亿的美金 指现出强大的筹款能力,甚至令很多人在预期之外 看到深层政府的力量是多么大 即是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力量相当大 综合外媒的报道,克林顿哈里斯在星期一 飞抵Dellaware的竞选总部 拜登也打电话表达支持,说这是做正确的事 而拜登的退选却引发了两极的社会反应 有些人对这位81岁的总统在第一任期结束后被迫退下感到遗憾 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名字的决定 而在 Michigan Grand Rapids Gerald Ford Presidential Museum福特总统 博物馆里面的总统历史学家Thomas Watson说 拜登的退选当然令人遗憾 但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必须时刻保持敏裔和维持最佳状态 而纽约的律师Tayaba Zara直言 他认为拜登在辩论会上的表现是一场灾难 对于他是否能够和Trump再次竞争感到担忧 拜登退选后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James Harrison 宣布在8月7日前公布总统候选人的名单 很显然现在就是一马当线 就是这个Kamala Harris 我相信他都会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今天相较于共和党已经正式提名了Trump和Vent 成为了2024年政府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也需要在8月19日至22日的人的 全国代表大会 之下的人的全代会 决定是否自由投票 即是有一个open process Pelosi说一下 选出这个候选人 还是选择直接支持Kamala Harris 这位哈利森 这位哈利森说 未来工作充满挑战 但民主党将会团结一致 采取透明迅速有效的程序 提名作业 据了解 如果是由Tamala Harris接班 将会更具党内的民主正当性 因为他和拜登搭档参选初选的时候 已经获得超过一千多张的党代表票 但拜登的竞选团队能不能够顺利交给Kamala Harris 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我做一点的意见和评论 当时的初选期间 拜登是拿到绝大部分的党员的支持 即民主党的支持者的支持 能够成为最多票 拿到最多票的Pledged Delegates的人 Pledged Delegates 其实有责任投给拜登和哈利斯的团队 而当时的团队是 拜登是总统候选人 Harris是副总统候选人 他们的授权 他们的mandate是这样的 OK 拜登正 这个哈利斯副 今天呢 有一个argument就是说 喂 他已经有授权了 哈利斯选总统成为这个候选人 已经获得授权的 我会觉得这件事是有 逻辑上的反驳的 今天如果你正式的总统 正式的副总统 如果总统已经放弃辞职 副总统继维 名 这个是宪政机制 你今天有个所谓的 筹款的一个account 你有这个拜登和 Karmel Harris的联名 当拜登退出剩下的钱 可以被Karmel Harris懂用 明 都可以解释得到 因为这个乱名的户口 OK 但 今天选民的 即是被Pledged Dedicates 一些已经是 授权他投票给特定名单的人 这群代表人 他们拿到的mandate 是投给拜登的 拜登就是哈利斯府的 今天如果你说拜登退出了 是不是同一群人都会支持哈利斯做总统呢 就是可能他们的意思就是拜登 哈利斯这个答配就是拜哈配是他们支持的 一拜没了 是不是支持这个 这个 Newson 就是 柳森 加州州长 搭配做正 搭配哈利斯做父呢 因为他是 Flipped the other way round 哈利斯做正 这个 柳森做父呢 不知道的嘛 就是今天没有了这个 这个 前提之下 你之后有一个新的配搭 譬如说 你卡利斯 配哪一个做副总统呢 配柳森 哈 配Whitmer 就是这个 啊 就是Gretchen Whitmer 麦基根 麦基根州 Majigan的州长 这位 賓夕凡尼亚州的州长 George Shapiro 还是配哪个呢 这些全部都是问号来的嘛 当你形成一个配搭 假设 是Carmen Harris 和Gavin Newsom Gavin Newsom 即是柳森 请问你对于这个搭配 的民主正当性 你可否告诉我自己是哪个位 怕不怕到 拜哈配 以前授权给他 那现在是哈 柳森配 哈 Whitmer配 哈 Shapiro配 那究竟这个配 究竟这个民主正当性在哪 今次民主党 我想是创党以来 从未遇到的状况 就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他是现职的总统 现任总统 但却在初选之后 退出 这是第一次情况 在这么急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重新获得民主的授权很重要 不是你和列宁式的政党有什么分别呢 今天你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也都经过党内的初选 靠党员或者党的支持者去投票 你要告诉大家 我们要找谁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选择的是一个人 还是一组人的搭配关系呢 譬如在 在特朗普的情况之后 是选择一个人 特朗普到最后RNC之前 才选择这个J.D. Vance 他开始不是特朗普和Vance配 没有什么情况 是选择特朗普 民主党我记得 当时也是选择一个人 所以他的联名户口是一回事 OK 那些选择标语是一回事 但是拜登是给拜登的 For Biden 就算你说拜登和Harris 一直是事实上de facto 出现在各类的选择活动上面 但是这个de facto 你的票是给拜登的 你看回所有情况 就算你说拜登的Harris配得好 Harris现在不配拜登 Harris不是做政 拜登做父 是另一个人做父 请问这个搭配的所谓的民主正当性在哪 请问在哪 副总统不要紧的 总统先紧的 总统已经是由Harris补上去的了 我想这件事真的是正职的正副总统 是有这样的宪政机制 但是候选的情况之下没有这件事 那你即是给拜登 现在你根本上拜登不要 是否应该获得全部的民主党人 去基本上有个机制 去达到公推的结果 而这个是民主的机制 今天如果你由一个4700人左右的选举委员会 美其明的选举委员会 即我们就这样讲的选举委员会 他们讲的就是一个delegates 代表人的制度去做 是不是一个对的制度呢 就是由4700人去决定民主党的授权 今次民主党的民主授权基材在哪 你是不是要搞个mini 起码迷你版的一个初选 这个起码有班民主党人都坚持做这件事 不过这是少数派 不过是对的 如果你今天不是做个mini primary 请问你怎样能够服众呢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民主党的大问题 你的民主正当性在哪 我不管你什么极左派建制派 比如拜登是建制派 Carmen Harris是惊惊是极左派 它是这么多的参业聚左 比Bernie Sanders更加左的 但问题我先不要理了 但你的民主正当性在哪 这个就是我非常反感的地方 有几多人讲出了这一点 我就讲出这一点 不可以认为就是说 今天他们是同一个联名户口 同样的选举机制 Carmen Harris动用到拜登的捐款等等的东西 就认为他是名正言顺 获得民主授权的 如果是这样 是没有必要一开始 这几天是没有必要讨论其他人选的可能性 那需要再通过什么呢 当然了 你应该很易正词严地说 其他人没有民主正当性 全力支持Carmen Harris 谁说Nilsson 谁说Gretchen Whitmer George Shapiro 全部都落地獄 但没有人这么说 是不是 所以我说有些人 是表类不一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坚持 只剩下一个希望 就是Carmen Harris 没有其他人都说 Full stop 为什么这帮左派媒体 当然要吹其他东西呢 当你吹其他东西 就证明别人可以竞争 别人要竞争 为什么不去党外初选机制 初选给Primary去做 就是令大家能够一人一票去投票呢 1400万人支持民主党的 投票给Joe Biden 他现在不选 是不是应该用一个机制 去产生新的人呢 我时间太急了 急就是借口 Carmen Harris 没有份去隐瞒 拜登的健康问题 这个就是我最重 要批判的地方 OK 好了 Carmen Harris 是不是赢硬呢 或者输硬呢 不知道 那我说呢 他的情况 会不会就是说 当Trump 对这个Harris 是不是Trump赢硬呢 我觉得机会很大 但是是不是赢硬 不是 OK 为什么不是赢硬呢 喂 选举的东西 什么都有变化的 对不对 我不可以在这个地方说 Trump赢硬 或者Harris输硬 所以很多人呢 都是做一个非常好的警惕 其中一个人呢 就是共和党的德州联邦参议员 Ted Cruz 他警告共和党人 不要低估了 Carmen Harris Fox News 报道 Ted Cruz 在22日 在他播客节目 Verdict with Ted Cruz 里面表现 共和党人严重低估了Carmen Harris 哈利斯 他们并不认为他很聪明 which is true 每当提起Carmen Harris的名字的时候 共和党的圈子里面都会笑 将他当作笑柄 他说 不要过早庆祝Trump Vance的疫阵营 的胜利 民主党和媒体将他大力宣传 Carmen Harris是一位具有历史意义的候选人 又是第一位南亚裔人士 又是第二位黑人成为总统候选人 他说 我认为人们低估了数十亿美金 第一位是奥巴马 我认为人们低估了数十亿美金免费媒体曝光的威力 整个腐败的企业媒体复合体 会将他塑造成德兰修女金地欧普拉的结合体 这个就是Ted Cruz所说的 进攻如此 Ted Cruz仍然认为Trump会在11月成出 但他强调这个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不是铁一般的事实 而是需要努力的 如果你是民主党人 现在令你紧张的混乱局面 距离选举了100天 就出现那么多混乱令人害怕 但你知道吗 更可怕的是参加一场 几乎注定会输的选举 这个就是拜登所面临的情况 OK 看得到 拜登就已经支持了他 而Ted Cruz就说 虽然他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他政治生涯里面最好的一次 但他担心一些共和党人过于自信 认为Trump已经远远 他说我很担心人们在大会上过于自信 有一种庆祝的氛围 仿佛我们已经赢了 这就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 等等的说法 Trump是要回来的 我们将获得巨大的共和党多数席位 现在不是慶祝的时候 现在是努力工作的时候 等到选举日之后 等到我们赢了之后再慶祝 我觉得这个警惕是相当清晰的 也希望大家每一个人 做每一件事都不说 未得到最后的结果之前 形成结论之前 都不要去轻然宣告自己搞定 一定要一了在手 好过百了再临 这个很重要 看回民意调查结果 民意调查结果有很复杂的情况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 支持Hamlet Harris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来挑战Trump 民意调查显示 比如美国民调公司Morning Consult 在拜登宣布退选后做民意调查 结果显示Trump以47%的支持 略略领先Karmel Harris的45% 虽然Karmel Harris落后Trump两个百分点 但已经拉近两党候选人的差距 日前拜登和Trump的差距是5到6个百分点 即是他缩杂了 但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 美国不是普选票的 不是普选票的 它是每一个州的选举人票 选举人票当然是普选 是每一个州的普选 而他们产生的选举人票 是每一个州 绝大多数的州 都是winners take all 就是赢者全拿的 你看回七大摇摆州 再说一次 尼巴多 阿里桑那 Georgia Pansylvania North Carolina Wisconsin Michigan 这些州份 基本上是很关键 另外有一些 以为深藍的州 或者淺藍的州 比如 Minnesota Virginia New Jersey New Hampshire 一道拜登都已经落后 那是不是今天回升的这些所谓的 由5-6%的差距 已经缩窄到2%了 增加的3-4% 是在加州 纽约这些地方增加的 还是在摇摆州增加的 这是关键 这些有待再进一步的一些调查 去显示 而根据这些Morning Council的结果 始终 Trump是 这个 佔优一线的 即是说 他是以更多 比2%的比例 更多的选举人票 抛来 抛来 这个 Carmen Harris 因为在 例如Nevada 阿里桑那 在Georgia North Carolina Pansylvania 我就说这几个州 你只要赢的话 which is true as of now 就是Carmen Harris 赢不过Trump 而其他州 就算是拖森 Trump 已经赢了 再不要说 Wisconsin 和Michigan 那些人 真的会投给 Harris 这极左派 我想他没有一个 大的选情 吹谷作用 但民主党现在如何 死马 只能当活马耳 就可以有什么办法 在一个尸体上 涂脂抹粉 希望他翻山 不要轻视他翻山能力 丧尸的翻山能力 但你不要以为这样不行 可能可以的 但我们记住 不可以轻言 即是说 赢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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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轻敌 但同时看到 选举数字 赢紧 赢紧 但摇摆州 未真正到 是对于 特朗普的选情有动摇 这个我观察 分析指出 Karlene Harris 拉近的原因 是在于 民主党选民 有更多的动力投票 27%的民主党选民 表示 拜登退选后 投票意愿大幅提升 比24%的共和党选民更加积极 我想这件事 会有一个小羊春的阶段 但是小羊春过后 过了几天 会不会有变呢 风云变色 OK 所以看下去 而看得到 Karlene Harris的支持率 其实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其他的民意调查机构的民意调查 显示 有些比如说 on point politics 在21号的民意调查显示 Trump的支持率 是大幅抛利Karlene Harris Trump是51% Karlene Harris是43% 而在拜登退选前 同一家机构 在17号的民意调查 显示 Trump的支持率 以52% 抛离Karlene Harris 44% 或者拜登的44% 都是相差 达到8% 意味着 无论你相不相信 Delta 有8% 起码 由拜登 换上 Karlene Harris 基本上 那个分别 支持率 那个差距 是没有大的变动 即我们以同样的标准 同样的sampling 去做的话 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 这个是真的 而同时 钱又多了 即是刚刚说 Karlene Harris 在22号 創下了24小时 总统捐款的记录 募集超过8100万美金 获得民主党知名官员 党员、党内领导人的支持 为什么这么多呢 因为累积起来 抽起来 不再捐钱 譬如Disney Netflix 再加上很多金主 在7月3上 我说过7月 拜登预期捐款的数目 只达到25% 四分之一 非常少 一旦拜登退选 这些原先抽起水猴的金主 马上涌入给Karlene Harris 这个捐款的户口 今天党内的领导人也有很多支持 现在美联社的非官方调查发现 Karlene Harris 已经获得更多的民主党内的代表支持 将可以获得成为对抗特朗普的 民主党内的提名人 正如我所说的情况一样 大家知道 他应该在8月7日前 确定成为候选人 我想 为了党内平息纷争 这些党内元老深层政府 会压光那些 加州州长 賓夕凡尼亚州州长 麦芝根州州长 全部你们不要选 金主一起支持Karlene Harris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金主现在全部摆在这个地方 即金主已经说话 接着 Nancy Pelosi Clinton 夫妇已经说话 心之无恋 连奥巴马都说 基本上是 open process 但是他会尊重大家决定 没有说拒绝 即是反对 这个 拒绝或者反对 这个 Karlene Harris 加州民主党主席 Rusty Hicks 表示 加州75-80%的代表 在22号的电话会议中 他们一致支持 这个Karlene Harris 但美联帅尚尚未将Harris 称作民主党新推定提名日 因为民主党全国党委员会 曾经表示 将会在8月1日至5日 做虚拟提名 Virtual Roll Call 接触在8月19日至22日 的芝加哥做全国大会 大会代表 戒时仍然可以自由投票 给他们选择的候选人 因此尚未定案 另外 这个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Harrison 就表示 民主党最迟在8月7日前 提交总统候选人 将致力于公开公平的提名过程 其实这些全部是整式整绪 大家都知道 其实基本上已经 有一组的判断 不需要再拟横折曲 柳士忽花 大家都知道 情况是怎样的 情况 大家很清楚 大家看看现在的情况 也不是一面倒 所有民意调查都显示 特朗普佔优 根据有些网站所说 三间民意调查机构发现 Karmel Harris在全国 美国的支持度 是略胜于特朗普的 例如Marris College 马里斯特学院 就在7月9日至10日 接受了NPR和PBS News的委托 访谈了1,309名成年人 其实在3亿多的美国人来说 1,309人的sampling 是相当少的 从样本数来看 他说 他发现 由1,309成年里 有50%支持Karmel Harris 49%支持Trump 只有1%的受访者 未做决定 民意调查的不差幅度 是正乎3.3% 即是说真的 这个基本上没有办法 判断到哪个支持多些 而且sampling 只有1,309位太少了 而这个sampling 构成本身也有个大问题 另外Newsweek 引述538的评论 指出这个Marris College 是一间享有剩余的民调机构 因为它的历史业绩记录 和透明的方法论 这机构在277家民意调查机构中 排名第六 在门粉3星的评价中 拿到2.9星 这些全部都是花言巧语 即是有很多水盖 另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件事就是Ipsos 就是益普索 他在7月5日至9日 接受ABC News委托 针对2,431名成田人做调查 大家说这个很荒谬 你所委托的时间是5日至9日 换言之现在23日 远远是在拜登宣布退选 这个之前很多的时间去做调查 所以说来的浪漫 当时这个模仪 If拜登不选 在其中一整个中备 飞难 在因此 我都要让他帮 programmed 他们将付欢迎 习惯 medicine 哪有 其中 我去zia 曉得 人的数目增加到二千多人 但是基本上是没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时间不对 即是你在5号、9号做的调查有什么意思呢? 另外一间一样 就叫做Ben Dixon and Armani International 在7月2号至6号 帮ABC所做的1000名的选民做调查 发现42%Kammer Harris 41%Trump 这些调查我不相信 为什么呢?时间不对 都是拜登退选之前 可能一个至两个礼拜 那个时候才做过这个模仪结果 假设性的问题 无意思 和一两个礼拜之前 已经不是反映现在状况 第二 选举这个sampling的样本数太少 第三就是说 这些是左派公司 基本上是什么呢? 他们本身是为 换灯去造势 当时搞这些民意调查 全部是为换灯 去造一个形势出来的 所以我不认为这些 有任何值得觉得 大家参考的重要价值 OK 这些是我们基本的看法 由于事实太多 我们可能 先去这一节 第二节 我们再探讨有关于 大选的其他事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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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